小北百貨要砸十億元 去蓋智慧物流 最快在今年的第四季 就會來做啟用 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當初從一個海產灘 如今搖身一變 變身成台灣的五金雜貨王 今天我要請教寬哥了 小北百貨到底它的 關鍵優勢在哪裡呢 南部天王小北百貨 很多人看到小北百貨 第一眼會說 奇怪這是什麼樣的百貨公司呢 簡單來跟各位說 台灣有兩個上造產業 第一個大家都要吃對不對 所以每年的餐飲市場 大概有一兆的一個市場 可是大家都曉得 柴米油鹽醬醋茶 包括了美妝市場 包括了零售市場 包括了飲料市場 另外一個市場 也是跟你生活天天有相關的 那邊也有一兆的一個行業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很多的男生都去過小北百貨 很多的女生 沒有去過小北百貨 那為什麼呢 原來小北百貨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是 它除了生鮮沒有 它樣樣都有 可是最近小北百貨 它真的是把重本給壓下去了 小北百貨這次迎向30週年 持續布局全台 過去他們是在南部出生對不對 所以過去的物流中心都在南部 可是現在全台灣生意都做了 我每次貨都從台南發 太遠了 所以請各位注意 他們這次是在新竹湖口 投資超過10億元 做了一個1萬坪的 北部智慧物流中心 那為什麼要做北部智慧物流中心 很簡單 過去我兩三千種的貨 動輒都是從南部發太遠了 那我現在 我可以把整個動線把它給壓進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很多人會說 小北百貨看起來裡面有時候 真的是髒髒亂亂的 那真的會有人進去嗎 先跟各位說 還真的會有人進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小北百貨它掌握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幾個契機 他們從2024年開始 全台的門市開始設立了 所謂的智慧回收機 那什麼叫智慧回收機 智慧回收機就是你用的那些 瓶瓶罐罐 寶特瓶 PP杯 包括了電池等等 最近包括了台北跟新北 還特別說 塑膠袋要換成透明的 為什麼 裡面連一顆電池都不能有 過去你單單追垃圾車 你都已經覺得很煩了 還要去那邊做資源回收 如果你今天可以把你那些資源回收 一口氣拿到一個定點 經由一個機台 一家好的服務公司 透過這個所謂的 一口口的一個智慧回收機 做最後的回收 這是不是美式一件 真的 而且我不用再浪費時間 整天下班就在那邊回收車 沒有錯 第一個 你去那邊做了回收了 對不對 第二個 有時候你家裡面 總是會缺點柴米油鹽醬醋茶的 簡單來講跟各位說 小杯百貨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除了生鮮沒有 你要的東西應有盡有 要的東西真的是應有盡有 我講一個我個人的一個例子 前幾年在疫情的一個期間 因為我自己的小孩從事醫護的工作 那個時候他們都被隔離隔離在醫院裡面 需要很多的一個東西 我自己下班也晚 我下班之後他們傳訊息給我 爸爸我需要什麼什麼什麼的 很多時候是生活用品 是小東西 可是這些小東西先跟各位說 你去便利商店買不到 完全都買不到 這些是五金件的東西 你一定要到小杯百貨去買 而且很多中南部的人 之前就曾經說過 你知道現在對於媽媽來說 最困擾的事情是什麼嗎 是什麼 現在文具店不見了 找不到了 因為現在的房租太貴 所以很多地方那些筆 那些所謂的文具產品 你到整個S7去 你也買不到 所以都要到整個小杯百貨去 所以第一個 小杯百貨它有所謂的環保回收 都是第一件事情 但現在各位都曉得 你先在電視打開來看 不管是第一集的廠商 不管是第二集的廠商 每一個婆婆媽媽手上一杯什麼 咖啡 沒錯 就是這杯咖啡 所以現在小杯百貨 要開始進入所謂的現代化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門市 導入了咖啡機 未來連藥局都要開囉 它藥局也可以 未來連藥局都要開囉 所以包括了所謂的複合電的話 包括什麼營養保健品 慢性處方簽 全部的都要開始應有盡有 簡單的說 它要開始來做整個擴大行業了 那現在跟各位談論一下 小杯百貨當時他們為什麼要開的 對 之前因為小杯百貨的創辦人 叫黃老闆黃浦文 他很年輕 2017年就心肌梗塞就回天家了 但他之前在2015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本人還在出版社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曾經就是訪問過他 訪問過他的時候 他一開始還跟我們正經800的回 回一回之後開始說整個所謂的 開始說整個所謂的 我們南部話之後 他就說了 我們一開始先跟各位談 黃老闆本來在幹嘛你知道嗎 開海產店 對 那開海產店開來開的 結果後面他發現 每天開海產店很累 而且海鮮的東西一天就壞 他那時候就一直在思考 我可以買一種東西 一種東西久久長長都不錯 什麼東西長長久久都不會壞 而且隨時你都有需要 五金件 金 所以就五金件 好他那時候他就想說要開始開五金件 他開始開五金件的時候 他先跑到中國大陸去 尋找很多很多的地方 然後陸陸續續找貨之後 他就開始開 所以那時候他就說他要開始做什麼 他要做三個特點 哪三個特點呢 第一個做人家不想做的事 第二個賣人家不想賣的東西 第三個叫留人家留不住的一個人才 所以第一個他的店裡面的商品 高達兩萬五千種 第二個 消費一塊錢他也能夠刷卡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時候黃董他直接說 在這裡跟你說 那時候我也沒想要開這麼多店 你知道為什麼開這麼多店嗎 他說很多朋友好朋友好兄弟 他們自己會都存很多都買不出去 所以如果店面開越多 我們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一個所謂的通路 幫更多的通路 我就可以幫我更多的好朋友 幫更多的兄弟來賣 所以先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他們店裡面那種大品牌的東西 他們賣不多 他們都是賣在地品牌 台灣生產的 很多都是所謂的一個小商家 但是很多人會說 我小北百貨能夠開百間店屹立不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開24小時 那為什麼開24小時呢 當時黃董他自己在顧店的時候 有一次他就晚上看來看 晚上有人會來 結果晚上突然間有人 砰砰砰砰砰砰跑進來了 買什麼 他就說我們家 天啊 晚上真的會有人來 那各位你去想 很多人白天要上班 晚上他當想買東西的時候 標準的五金行通通都關了 你能去哪邊買 小北 所以小北百貨他第一個 24小時他沒有所謂的一個休息 第二個 他會進很多的在地的品牌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那個故事 因為大公司大品牌很簡單 大的通路他們都有上價費 通通贊助了 所以第一個 他們就有薄利多銷 對 都薄利多銷 可是做零售業加分你知道嗎 做零售業你知道最類是什麼嗎 最類是什麼 人才 我今天好不容易找了一個店長 學…學兩年把他都學會了 店長跳槽去了 他就跳槽去了 所以你要如何留住他的一個 所謂的人才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去小北百貨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很多人去小北百貨很急 裡面這麼多東西 你隨便問任何一個店員 他就跟你說 第幾排第幾號 你去那邊找就有了 第二個走到第二個 所以他們怎麼做很簡單 一般零售業你說給薪水 給貸貸沒什麼可能 他會把賺錢的店面 讓員工來認股 讓員工來認股的時候 一來就解決了人力短缺 二來高流動 就不會有了 三就是我開頭跟各位說的 他過去他在做海散 做海散問他過一天就失去了 不然你就要兵氣死人了 所以他要做的東西叫做 多放好幾年都不會賣的乾貨 但沒有想到越賣越誇張 為什麼 很多人去到小北百貨 本來是要買一樣東西 出來都帶食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東西我要去哪邊買 才買得到的怎麼這邊也有 這個東西我要去哪邊買 才看得到的這邊也都有 簡單的說就是應有盡有 讓你進去之後 都能夠滿載而歸 所以小北百貨他們才會 越開越多 剛剛礦哥講了 男生都去哪裡都去小北百貨 女生都去哪裡 女生都往寶亞去 因為那也是相同的概念 進到寶亞的裡面去 你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平民 很庶民的百貨公司一樣 但是現在我要請教寬哥 寶亞現在也開始擴大 然後也開始賣起很多 各式各樣的百貨商品 你有襪子的 你有零食的 感覺上有一點種類 跟小北有得拚 這兩個拚來拚去 有贏的可能嗎 我們現在談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單單坦論到 所謂的純五金市場 一年大概是600億 可是不是純五金 你有時候進去 你會買一些電風扇 吹風機 一些所謂的小家電等等的 所以大概可以涵蓋到 八九百億左右 所以目前小北百貨的第二代 是黃建棠總經理 之前老老闆剛回添加的時候 是叔叔接 叔叔說我的年紀也大了 所以現在第二代就正式接班了 第二代正式接班完之後 目前開店193家 目前要朝全台500家的 整個來做發展 並且要開始來規劃 所謂的上市上櫃 為什麼要規劃 所謂的上市上櫃 很簡單 現在台灣大型同路幾乎 除了全年之外 大家都上市上櫃 全年是因為他做現金生意 他不希望太浮出 整個所謂的台面 但目前對於整個 所謂的小北百貨來說 目前最大的一個勁敵 男生的百貨公司 叫小北百貨 女生的百貨公司 各地你都看得到的 叫寶雅 那我們來看寶雅 小北五金見多 寶雅是什麼 寶雅他就是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當中 我們仔細去看 女生最愛的 塗塗抹抹的 衣服上面需要的 洗手等等的 各式各樣他都有 那我們來看幾件事情 寶雅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橫空出世 可是非常的可怕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寶雅他們出來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說 原來這些所謂的女生 用的不管是法哭法事 還是用在眼睛上面的 還是這些圖圖摩摩的利潤這麼高 所以那時候的股價是從 二十塊錢不到 沿路衝之後 衝到六百多塊 可是衝到六百多塊之後 最近開始做回撤 為什麼開始做回撤呢 現在有幾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目前以寶雅來說的話 店面的所謂的閒置率 做得比較高了 所以寶雅他們現在 也開始要來切入所謂的五金件 他們要切入所謂的寶家這一塊 所以簡單的來談 台灣目前在所謂的 生活五金的一個產值 如果包含家電 一年已經有1319億了 但是我們來看 為什麼小北百貨 他辦法持續的來活下去呢 很簡單 目前全台灣最大的通路叫全聯 全聯在做什麼 全聯主要的80%以上 都跟嘴巴有關 吃的 不管是冰 不管是生鮮 不管是飲料 不管是罐頭 不管是泡麵 超市的一個龍頭全聯 他們目前也都開出 所謂的新的一個生活百貨店 但是一時半刻 要去搶這種所謂的家用五金 其實是搶不到的 所以我們目前來看這幾件事情 目前簡單的說 台灣的整個 各式的一個零售業 叫做各家爭霸 所以台經院的分析師他就說 以全聯來說的話 生鮮品項 已經佔了門市的一個 大辦的一個面積了 目前包括了燈具 五金等等 還是以小北百貨 還是算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如果我們談論到 所謂的美容 美髮美妝的話 就是大概所謂的一個 保養了 所以各家都佔據著 各自的一個山頭 但我們簡單的說 我們台灣人在說的 怕冬 翁塞 賺錢 是沒人知道 很多小東西 你認為他不值錢對不對 結果人家 新竹都要開始百億 十億以上的一個物流中心 那為什麼呢 他說現在我開不到200間 未來我要開500間 我們要往上市上櫃來做前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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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